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30号 星期二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震惊世界也是 大家意料之中的事情 就是北京快马加鞭 集三伙四通过了 国安法 而且国安法的这六十几条细则 也披露在媒体面前 说实话 看了这个国安法的六十几条以后 我的感觉还是非常的震惊 因为大家对中共耍流氓 是心里有准备的 但没准备好的是 他竟然这么流氓 通过这个国安法的一些条规 可以看出来 他们亲手把一国两制 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他也亲手在自己的党徽党旗上面 写上了黑社会三个字 那么这里面最耸人听闻的就是 当北京的媒体 香港的一些中资媒体 香港的一些建制派媒体 乃至整个香港政府欢呼雀跃 拥护国安法的时候 他们中间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前看到了基本法的任何内容 这个草案在这之前 这个基本法本身也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 征询各界的意见 可以说整个就是一个黑箱操作 用来镇压 用来压制别人的一个武器 那么所以这些人的欢呼 我觉得欢呼的太早了 而且到底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有关的条款 是多么的所能听闻 比如说第14条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会的工作 不受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干涉 决定不受司法复合 那意思就是怎么办你 怎么搞你 就这样了 没有上诉的机会 没有在法律的程序内 再扳回来的这样一个机制在里面 第二十条 分裂国家行为并非以有否使用武力为指标 这条是特别的 与现行的法治体系 文明体系所不兼容的 因为现有的文明国家的这些法律 都是以行为作为具体的指标 这个行为里面 使用了是否使用了暴力 这也是极其重要的指标之一 那么中共在第二十条里面 非要说并非以使用武力为指标 那意思就是没有指标 我认为任何行为 我只要看着不顺眼了 都可以适用于这个国安法 予以法办 那么这个是极其极其荒诞的 第二十二条 推翻政权机关也属于犯罪 其中什么叫推翻政权机关呢 攻击破坏特区政府场所 也属于颠覆国家政权 因为他把攻击和破坏放在了一起 那就是 不管有没有破坏 你只要攻击了 也属于颠覆国家政权 至于攻击是什么性质的 是扔个水瓶子也不行 还是拖口拖嘛也不行 还是你凑那大声喊几句也不行 这个都没有任何的明文规定 这里面也是充满了可以上下运作的空间 第二四条 对人的严重暴力 爆炸 纵火 破坏交通工具 干扰交通 水电通讯 全都可以被视作恐怖活动 这里面有一些 比如说爆炸 纵火 破坏交通工具 这些 与现有的一些法律 有交叉的部分 但是干扰交通 威胁 竟然也被中方划入了恐怖活动的这个范巢 干扰交通 干扰交通的情况太多了 成群结队的游行是一种 或者三五个人赶到某地区进行某些活动 在某一个地点干扰了部分的交通 这看来也是 所以这一条也是范围极大无比 第29条就开始进入荒唐的成分了 荒唐的地步了 用非法方式引发香港居民对中央政府或港府的憎恨 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也属于勾结外国势力 这个特别的荒唐 这个没有文化的 这个怎么说呢 农村妇女 当然我们这里不是看不起农村妇女 没有文化的下里巴人 也不会拍拍脑袋 也不会做出这种荒唐的字句 因为引起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 或者一个人对另外一个团体 机关政府 引起憎恨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 因为我说了一番话 引起了他对政府的憎恨 你说是我勾结外国势力 这里面还有天理吧 说的最简单一点 比如说假设说我喜欢林郑月娥 我支持他 我就打个旗子 打着五星红旗跑到香港 比如说九龙火轮站 见人我就跟他说 你怎么能不支持林郑呢 你对林郑这个你看他这个特首做得多好 我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引起香港其他居民 对林郑进一步的震恨 因为他所作所为 大家都看在眼里 并不是因为我跟他说什么 引起了他的震恨 还很有可能走入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恰恰因为有些无脑的五毛 不分青红皂白的 让别人非要去爱戴某些政治势力 爱戴某些个人和群体 导致了人们对他们极度的反感和憎恨 那你这个账能算到我头上吗 对不对 然而这里面最最最最荒唐的 用四个罪用四十个罪都不过分 那就是第38条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 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 适用本法 大家看清楚了吗 没有香港身份 你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 如果做了让习主席 让林郑月娥 让港府 让北京 让人大 让立战书 他们不高兴的事情 也属于犯罪 那这一条 看这个架势 那就要管到全人类了 不管你在香港 还是在内地 还是在伦敦 还是在纽约 还是在东京 还是在约翰内斯堡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习主席 管定了 东西南北中 工农兵学商 习主席都可以管 都可以用这个国安法来收拾你 他说了吗 香港以外 也是用本法 那当然 受这条影响的 包括我们海外所有的媒体人 你在评论香港事务 他们不高兴的 他不是说了吗 不一定非得动用武力 才可以定为 这个恐怖 才可以定为犯罪 你说不高兴了 煽动 引起别人仇恨了 那你都是犯罪 那比如说我做这些节目 很多情况下 大家听了 对某些人产生了仇恨 这这一下 这事就得寄到这些媒体人头上 当然 这条 也特别适用于 现在中国内地的 所有人 因为他说了 香港以外 香港以外 最有可能对香港局势产生影响的 当然就是中国内地 那这种情况下 真的就是没有他不管的人 没有他不该抓的人了 第64条 第54条 驻港国安公署 会和港举财富措施 加强对外国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机构的管理和服务 这一点不出我们的意料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把这条写进来了 因为中国对外国媒体的监管 以及对外国媒体试驾的这些采访上的种种影响 更过分的是 他们长久以来对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有关人士 尤其是大陆内部的 比如说民运人士 自由派人士 大学教授 通通给予以前是训诫警告 那现在也把他纳入了国安这个范畴 而且在他的这个第43条里面 警方经行政长官批准 看到没 警方只需要经过林郑月娥批准 就可以对怀疑犯国安罪的人 截取通讯和秘密监察 那就是任何人 这就老大哥了 Big Brother 随时随地就可以查你 基本上要和中国大陆做到一样 那就是叫天衣无缝 滴水泡 每个人任何情况 你有几根头发 他可能都会数过来 那么为了他们更便利的耍流氓 为了他们肆无忌惮的耍流氓 第60条规定是这样的 驻港国安公署执法不受广府管辖 只要有期证件执行职务时 就不受港区执法人家警察 而且公署及其人员 享有港区法律外的其他权利和豁免 那就是当你在南桂坊喝酒的时候 突然有人拿着证件说是国安的 说要把你带走 马上过境 把你头上戴上黑罩 塞进面包车就要开着走 即使旁边就是香港警察 他也无权过问 如果抓错了 中间把你打了个半死 甚至是非法拘留了半年一年的 香港的法律也没有权利 替你去挽回这个损失 伸张这个正义 等于这个意思就是说 综上手术 那就是不管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国安方面都可以采取任何措施 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 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对付你 那么在进入下一个话题之前 还要请观众朋友们帮忙 在节目右下方竖起的小手上点赞 因为我们最近做节目 发现在油管上推广非常的困难 油管对我们的这个流量的限制是非常严苛的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靠我们一起风雨共的这些观众朋友帮忙 您就点一下那个小手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油管就会自动触发他这个推广的机制 帮我们把这个节目传播到更多的观众朋友那里 先谢谢您 那么这个法律公布以后 最令人关注的就是这些标志性的民主人士 比如说黎智英黄之锋罗冠聪这些人会如何自处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黄之锋罗冠聪等人宣布退出香港中制 香港中制也表示立即解散 但是他们不是为了逃跑 黄之锋罗冠聪昨天的表态说将继续以个人身份投入抗争 这么做我认为也是对的 因为如果这几位标志性的人物成为中共的眼中钉 弱中刺 他们就会把他所有的行动和他所在的组织联系起来 这样的话对这个组织也会是一个致命的影响 那么他们分两步走 一步就是先个人退出 然后表示个人身份继续投入抗争 组织也宣布解散 这样大家都就像前一段时间的反送中运动式的 叫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采取一种更灵活的非体制的非中心化的一种方式 进行任务细无声的渗透到香港方方面面的一些抗争 这个方法我看也是不得不 对他们我们也不能有过多的苛责 那么除了黄之锋以外 那么另外一位标志性的人物 那就是黎智英 黎智英在港版国安法这个东西宣布了以后 他接受了有关媒体的采访 首先这个苹果日报到底还能不能办下去 这个要打个大大问问号 我觉得苹果日报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这样一个阶段 因为按照新的港版国安法这么宽泛的一些条件 可以说打开他的报纸不用翻后面 头版可能就有三五十个地方已经触犯了港版国安法 但是黎智英表示我还要办这个报纸办下去 一直到我们不能发行为止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黎智英回答的时候 我觉得把这个问题的是非取值和前前后后的因果关系 讲的比较透彻 那就是比如说像中共前广澳办主任张晓明 当然现在因为他处理的事情不利已经被降职了 按照他的说法 现在之所以出台国安法 之所以搞这么多 外界看来十分骇人听闻的一些规定出来 按照张晓明的原话 这是香港人自己找的 因为恰恰是香港人自己没搞定原来的国安法 才导致了中央出手 这好像是张晓明的原话 中央不得不出手 你看这就是说他们用这套言词来对外讲故事 相当一部分大陆防火墙内的老百姓 特别是一些媒体 虽然他们没有看到国安法是怎么回事 也都表示赞同 也都是说这是没办法 中央必须是这样做 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黎智英的说法我比较赞同 他说中央政府从来不去试着了解反送中示威的引爆原因 包括为什么超过两百万名香港人要上街抗争 他们只会透过打压人民来解决问题 对中国政府来说 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来打压人民 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人民 他们唯一在乎的是如何全面控制公民社会 并确保没有人会知道问题 他们预期所有人都会服从并且赞扬他们 但对多数香港人来说 他们完全无法接受这种要求 他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 当然对苹果日报 对他本人我们不做过多的评价 苹果日报本身确实也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确实有很多耸人听闻的部分 但是这种报道方式不只是苹果一家 这是港媒乃至一部分台湾媒体共有的一个风格 那么现在 李志英的这番话 我认为道出了事情的本质 那就是不是香港人 不愿意爱国 也不是香港人 非要没事挑衅中央 那事实的情况是 大家想想当年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香港跟内对关系是多么水乳交融 香港人以背靠中国为傲 中国人有一个东方明珠香港为傲 大家互相引为骄傲 这是一个家庭的兄弟姊妹之间最理想的一种关系 但到后来为什么就搞成了这个样子呢 我不认为这里边所谓的海外势力 起到了什么关键性的作用 恰恰相反 完全是可以说95%以上的这种原因 是因为习上台以后 新的中央班子这种极左的思路 这种家长制的作风 这种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这种态度 引发了但凡有一点正常思维的人的这种反感 中国大陆老百姓都已经受不了了 就是在控制的这么严密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士 出于各种原因 受不了这种舆论环境 受不了这种大的社会氛围 铁而走险予以抗争的多的是 远了刘晓波近了陈秋实 这些例子都不用再讲了 那更何况已经 习惯了欧风美雨 习惯了在一个法治自由的环境里 生活了这么多年的香港人呢 所以他 他们不会接受这种做法 那么 在这个黎智英的谈话里面 他谈到 对中国政府来说 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来打压人民 这句话是对的 那这里我想做一些发挥 就是最简单的一点 这也是我在现在 今天当然虽然还不到24小时 我在其他的媒体上 没人去反向思维 去谈这个道理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任何法律都是规范 所有的相关方的 比如说你出台一个 这个 比如说招心领知 投资方面的法律 你当然既要规范投资方 也要规范被投资方 这个法律是让所有人都来遵守的 当然你制定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有优势 有些人有劣势 对不对 但是 我们看到国安法里面 通通是讲国家能这样 国家能那样 但是 在这个国安法里面 国家有什么职责 国家在哪种情况下 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我们通通看不到 所有的规定都是要求 香港市民的 都是针对那些 要尊严 要自由 要基本的人身安全保证的 这些香港市民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从上到下 这部法律充满了一个欺压的味道 另外 我们做一个非常极端的假设 我们先假设这个台湾 这个港版的国安法 它成为法律 我们都必须遵守 那 请问 国安自己要不要遵守 如果现在国安可以在香港街头 比如按他说的 不出示任何证件 抓人 不受香港本地法律的管辖 香港警察也管不着 好 我先认了 行 让你这么做 因为你是你公布的法律吗 那 在这部法律公布之前 你们从北京派人来跑到香港司机酒店 押走了 肖建华 唯不唯法 这可是在香港版国安法出台之前你们干的 唯不唯法 谁来回答 怎么处理 怎么对外交代 有人能做出一个交代吗 另外 同样 在国安法 公布之前 香港同楼万书店的老板 就是因为出了几本不招调的书 当然有点耸人听闻 谁谁谁和他的女人们 但是 就因为这个 你竟然编造出来说 他自己游泳过了深圳河 回去自首的 你让他上庄电视台认罪 做出种种 让有正常心智和正常智力的人们 都无法接受的这样一种丑恶的表演 那么 这也是在国安法公布之前发生的事情 你们这么做 合适吗 是不是要追溯 如果不追溯 那你就应该不追溯黎智英 黄之锋 如果追溯 当年 跑到香港抓 这个同楼万书店老板的 来抓肖建华的 你们先应该 受到法律的审判 因为你违反了国安法 如果这一点不做 那就是预盖弥彰 那就是故意 那就是摆明了 要把 国安法当成一个打压一己 报复老百姓的一个工具 说实话 香港这些事情你还需要查还需要取证 但是 抓了肖建华的抓了同楼万书店老板的这些人 你还需要查吗 那不就是你们自己吗 所以通过这个简单的实例 大家就可以看出在 中国在处理香港这个事件上 那是只能用 蛮横无理 黑白颠倒来形容 没有半点可以辩解的这种可能 那我们再来看看外界的这些强烈的反应 全票通过港区国家安全法这个行动 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弹 27个国家的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 呼吁中央重新考虑践踏香港自由的国安法 这些国家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最近几天我们看到德国也开始转向了 要联合 要以欧盟为单位 共同来应对中国的这个情况 日本不用说了 日本也在挑头 而且日本主动说啊 现在这个情况为习近平访问日本 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实际上习也不用去了 这个情况下 到哪个国家 你能经得起人家记者的提问呢 那么这27国的声明 我的感觉坦白的说 我不是特别看好这种效果 中共说白了 也不是被吓大的 他只有让他 疼到肉里面 疼到骨头里面 他们才会有所表示 才会有所回忽 你靠谴责 是没有用的 当年89年 全世界的谴责 他不也挺过来了吗 所以谴责没用 最正常的 还是要在谴责的这个帽子下面 要有具体的制裁措施 那么美国已经 就在今天 昨天这几天的时间里 已经出台了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 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前夕 美国停止向香港出口 美国国防物资和居民两用物资 以及相关的技术 这项技术限制 原来只针对中国大陆 不针对香港 现在也开始针对香港 采取这种措施 那就意味着 中国大陆把香港 作为一个某些技术 某些信息 某些产品的特殊通道 这个关口堵上了 但是这个恐怕作用也是有限 因为中国大陆 中央政府和香港之间的关系 已经闹了很多年了 这种事情翻展到 今天不是空穴来风 各方面可以说 做这种生意的人 早就想好了退路 他早就已经把应该怎么办 想好了 所以现在这项限制 应该说作用不会特别的大 那么比较有作用的是 应该是香港自治法案 那就是他们承诺 可以对扼杀香港自由 和自治状况的人机构 采取实际的制裁行动 这个行动 我们相信会在今明两天 最晚后天 会有一些特别实际的 这个行动出来 当然蓬佩奥已经在第一时间 取消掉了香港的独立 关税地位 这个对中国内地经济 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么其实最关键的是 怎么样能够动 中共的官员 在美国的资产 在欧美的资产 以及他们的家人 在美国拥有的资产 可以这么说 虽然我们不去说具体的案件 但是只要他们查到 在美国这些家人的资产 百分之百是不宜之财 这个都可以拍拍脚脖子 你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根本都不用拍脑门 这是肯定的 但是美国这方面 毕竟有他自己 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 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并不是特别的乐观 那么实际上今天下午 《华尔街日报》 刚刚在两小时之前 发布了一个消息 也是美国的证件 尤其是他们的国会 使出了很重要的一招 那就是Mark Rubio这一位 以及新泽西的一位议员 叫Bob Melendez 他们联合提出了一项法案 说要给香港人 以及他们的家人 提供难民地位 当然条件是 他们这些家人 必须是中国公民 确实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可以给他们提供 美国的难民地位 而且这个难民的名额 不受目前美国 在难民方面的相关的数额限制 就是特事特办 有多少美国可以吸收多少 这点让我想起当年的六四绿卡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 美国也是敞开了大门 让无数在这个痛苦和危险 乃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这些民主人士和他们的家人能够顺利的到美国来 而且这项法律的话 一旦他们成为美国的难民 这个身份五年有效 而且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说法 有哪些人是最有可能适用于这个新的难民条款的呢 那就是在2019年2020年参加了反送中条例 以及之前的任何反政府示威 有可能被中共的国安法盯上的人都能享受这样一个待遇 那么这是最新发出的一个声音 我想能给香港的很多人士吃一个定心丸 当然你到了美国以后怎么办 能做什么 这是另外一个巨大无比的话题 到这了以后 可以说大家都需要从头开始 干嘛干嘛 但是毕竟在美国你能够躲掉那种体制 那种公权力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所以美国敞开大门 我们要为这些美国的参议员 众议员为他们点赞 因为是他们一次又一次把这些在全世界各地受到这个痛苦折磨 受到专制威胁的人们给了他们一丝生机 那么在此之前呢 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也说 英国正在考虑给 35万香港人更多的公民权利 甚至给他们提供一个直接变成公民的一个通道 那我们相信啊 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 当然不是很严谨的估算 通过美国和英国的这个两项联合的救援措施 我相信200到300万人在香港 只要他们愿意到英国和美国来 他们是有这个条件的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 也是解了燃眉之急 当然看到英国和美国提供的这样一个信息啊 这样一个通道啊 给他们人生的保证 给他们换一个身份啊 我觉得香港变成一个空港已经指日可待了 因为他在金融上 在文化上各方各面都会渐渐的变成一个内地的城市 可以说香港的活力已经丧失殆尽 香港东方明珠的光泽正在逐渐的退去 那么还有没有可能香港再焕发生机呢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当然我这个脑洞开的比较大啊 但是很多事情要敢想敢干啊 像马云说的万一实现了呢 那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最极端的也最贴切的例子 美国是怎么来的 美国就是那些在欧洲各个国家 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啊 英国受不了当地的封建专制的教会统治 他们这些清教徒为了自己的信仰 为了根据自己的信仰建设一个新的社会 跑到了北美大陆建设起了一个美国 美利坚和中国 所以啊 美国他一方面是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 当然他有他很多的毛病 但是通过对台湾 对香港 对当年的大陆八九 我们可以真真切切的看出 美国是能给这些人一线生机的 你真的受了压迫受不了 你就到美国来 因为美国人的祖先也都是这么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在美国或者是在英国 他们所属的某些岛屿也好 某些地方也好 某些法律上允许的地段 香港人跑到美国来 在那个地方再见一个香港 因为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 是不是因为这个地名 地名按到哪里都行 因为在当年清政府把香港 搁给英国人的时候 那就是个小渔村 还不如深圳的 对不对 那之所以变成了东方明珠 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法治体系的建设 香港人自强不惜这个精神 这些才是关键 那只要这个精神没有失掉 只要外部的条件仍然有 你在海外再造一个香港 也不是完全的不可能 如果香港的这些有识之士 在今天可以说把这个危机 化成一个难得的机遇 从长记忆 在海外重新想一个办法 以一个更有效 也更有前瞻力 更有实时性的一个方案 再搞出一个类似于香港的这种东方明珠来 这个东西它不是不可能 当然在国安法公布的第一天 大家目前想的都是当务之急 怎么赶紧把目前这个火烧眉毛的事情做掉 但是相信不久 这些事情都会提上一时日成 因为我们不敢想象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香港的精英 流散到英美各地 重新投入职场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像一颗颗珍珠一样 洒到了社会各角落 从此再也串不起来 这个情况我相信以香港人的智慧 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最近几天 乃至最近几个月 香港事件会给整个中国 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怎么样的一个震撼 好谢谢您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恳请您给今天的节目点赞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